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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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可以开出照的 之前五一放烟花 他说 你们的人投诉烟花 我这些同事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看得很开心啊 在今天天里还放到烟花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个死忏的沈大师的朋友 汤文亮 沈大师都是说 喂 四万点他年底 我汤文亮就说 你们不认识啊 升以为森大师乱说的 四万点 很有可能的 好了 先说回 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又有什么关注组 好名了 别人喝食业不知什么 关注组 是吗 总之其实 好名了 别唱乱香港啊 他们被人谷改名啊 唉 其实很多人都反映他现况 好了 理由你来说 有些人就继续要唱好 甚至施永青就说 一帮人呢 恶势力啊 就专专唱 虽香港楼市 我心想 好了 你有权那些 想唱好香港经济唱不了好 想唱到香港股市楼市场不好 沈大师讲了N 这么多次 上天 他年底不知道 恶势多少点 又怎么怎么怎么 都不见了 恶势就飙升到好像 台湾 日本 美国那样 板板上升 就算这两个星期有些反弹 都跟他所谓四万点就差很远 好了 然后 你汤文亮也都经常写文章 好了 这篇文章我读一下他出来 逐点逐点又看下他什么高见 他说 有KOL 说 香港食市业主太无量了 有调查机构就表示 租金就占了食市营业压38% 所以近期就有这么多食市要倒闭 他说KOL 不知道 这些所谓的调查机构 其实是根本不存在 是法文的人 用调查机构准准准显数字可信性 他说其实 随便问食市 都知道租金支出大约 是你营业压15至18% 很少超过18% 低过15%就很多了 还有 业主见你交租总时 可能会收少些租金 这是第一段 我先讲第一段的问题 我已经想举手了 我已经想举手了 小妹刚刚转了工 是 旧公司就是一间小店 新公司大公司 稍后再讲 旧公司很简单 就是一间普通的地步 餐厅酒吧地铺 我们叫break even 我们计算一条 拖一盘生意 我们做经理都要看一盘数 我们就会看一盘生意 call市 我叫break even 就是找到多少钱 才叫做有钱责物 假设吧 打个比喻 你一盘生意是小的 我当你 叫做50万生意一个月 很计算这条数 就叫做老四有钱责 之外 就不要说赚到少 那那个函数里面是怎样呢 你就要租啊 租加登尤火纳 十几十万 最非你走不掉 十几万 十五万 好吗 正常的 如果说老四要赚钱 是50万是target sorry target 50万 break even 有钱责是三十至三十五万之间 因为要看你的货数 那 我当你可能原来三十万 才叫做 拖市才叫做找齐数 出齐量 就有钱责了 那 十几万加上登尤火纳 你兜不兜意啊 看下你的水电煤 那 三十万宗的十几二十万 当我十五万 没说那么多 租金可能十二三万 加多两三万灯油火纳 好吗 那么一半 嗯 那哪有十几个百仙呢 十几个百仙呢 你做到三十几个百仙 1百仙是灯油火纳的 加租的 这家店也算不算是 转硬的才叫做做 嗯 但是 在香港 15%的租金底线 加到20% 炖油火纳 有没有呢 那不会说是没有 因为我有见过 譬如有些老店 譬如 静沙嘴 蒸鱼戟那间 吃米饨面 吃麦如 Low Show 很出名的那家 可以很多年 很少加價 有時候我跟老闆吹嘴 我問為何我十多歲 那時吃你們 又是三四十元一碗雲湯麵 那時覺得很貴 因為他做遊客生意 日本客生意 我們附近上班吃不起 可能整隔壁那些 十多二十元一碗 他就說為何今時今日 仍然在賣三四十元 是的 他的業主好 你看到K11那棟 阿摩和米斯亞舊的那十一天 他不是一個正康的人 他無緣無故有一個L字 粒位置 租不到就是那兩棟 其硬的那個舊業主 就不肯賣 就原價租給那家雲吞麵凍 租到現在 他就做得住了 他就不用加價了 那都是那句 15%有沒有道理 這些是很個別的例子 說實話 湯文亮秀星他說 那些調查機構就說 租金占有了38% 那些調查機構不存在 我無理會 別人擺了數據出來 因為調查機構的那些名字出來 你就是這些假的 不存在 你這些是真的 我聽茶餐 聽老闆說 聽伙計說 聽食客說 或者聽這些 同事開會說 我不知道為何他公司開會 經常就自己聊天 不是聊公司那些事 你這些是真的 別人有數據出來留的 你說15-18% 我想問 你說問了很多的食肆 隨便問一間 你真是 你下街 你拍直播片給我看 你下街問20間食肆 是不是隨便一間都跟你說 15%而已 16-17%而已 超過18%都很少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你別老吹 真是老吹那個人是你 我覺得上一次 他說過食肆牌照的數據 完全錯了 完全是 完全是 又要寫文章 這麼有錢 他有錢 又不肯找助理 幫助理資料搜集 就永遠夠說 不當秘符 我別人有數據 就別人留 15-18% 你被我吹出來 又說要亂說 然後他說 他第二段呢 又說如果你總時交租 業主會收收你的租金 我當有些業主有那麼好人 難道他原本的租金 28萬7000 你總時交租 我只收你32萬 不會這樣的 減都減得不是很多 我屌你 就是有夠說的 然後 他說當時市企業 報紙就一定會說市民不想消費 業主無良不肯減租 但從來就不檢討食肆本身問題 他說好像食物質素服務水平等等 好像一落的士頭婆就說 他說我做得行 你們為何做不行 是否利母治我檢討 將責任委過於人 最後就會被淘汰 又嘟嘟嘟嘟 他又說KOL好心做壞事 如果你說租金佔了營業額38% 有些業主就發現 我租金佔這間店舖營業額 可能20% 15% 我應該交了一些租 變相公佈了這些數字 反而會令到人家加租 所以他就說這些東西 好了 最後他就說一段 說他公司附近茶餐廳 就獨菇一味 賣炸雞餐 半隻雞就88元 但老闆就說 根本就不夠時間去切 賣三個餐都很難 最後索性不切 半隻半隻緊埋 做少許多功夫 食客又很開心 這樣每日就賣到1,000元 首先 湯文良 我想說 第一 你說租金的問題 我明明人家給了調查 就告訴你 租金佔了成本太高 香港人生活都是 我們交租佔了成本太高 你就說 你就無緣無故給口人這些 就是業主加租 而你的所謂15-18%是夠了 你寄了一些夠了的東西出來 我繼續夠了 可以不理了 不然你說有茶餐廳 只賣炸雞 首先Cat姐 如果那間店只賣炸雞 她就不叫茶餐廳 是叫炸雞店 是吧 第二 一落附近茶餐廳賣炸雞 我回到那頭 她公司附近 湯文良公司附近 她公司附近 不是一落附近 第二 你說一天可以賣到一千隻雞 半隻半隻就這樣賣 就是二千個餐 我當這間茶餐廳 做二十個中立 OK 就是每個小時 要賣一百個餐 就是每一分鐘 賣一個多個餐 你說嗎 就是這些是吹噓不抹嘴的 她永遠都這樣吹噓不抹嘴 因為第三 我們說炸雞切雞 要切做四九 有幾個難啊 食肆切一下雞切做一開四 我屌你 就是永遠當這傢伙 就是永遠都說 沒問題了 經濟沒問題 撿一粒切肆不行 但是有很多食肆呢 第一 老字好 或者本身不差都要執 是因為整體經濟環境不好 中產走了很多 遊客來的消費又少 你價格賣高一點點都不行 第二 就算有些食肆很差質素 少不輸賣你就可以了 你打狗技牛腩 狗技不是垃圾嗎 我一樂都是的 對不對 我曾經翻到一樂在中環最幸運的菜馬會旁邊 我就翻高一條街 就是容忌旁邊的那條街 嗯 其實一樂在那個位置 他旁邊有一間一些連鎖的燉飯 周界都有燉飯店 嗯 我吃燉飯的 我吃燉飯 一樂是跟燉飯的分別 其實我覺得不大 最重要是有時吃燒味 嗯 除了本身你掛出來的東西漂亮 拆下來你鬆鬆手之外 微不微蒸也有一個問題 嗯 加了一點 可能有時不是輸在雞裡的 可能輸在給你那些醬 省錢叫一些外來的東西 兩間都沒蒸 嗯 很公平的 可能就糊糊滑賺 但是那個錢就 一來我們可能上班 你就不用排隊了 那間排隊嘛 旁邊那間都不用排隊的 嗯 那間都是燒味兩送飯的價錢 但是你說吃燉 不夠它的價錢的差距大 嗯 都差很遠 可能你覺得Dufa都是三十多元 盒那邊很貴的嘛 要扔 但是你說吃燉的差距呢 還要一樂不停下跌 我之前吃也沒那麼醜 我上網看過別人 芝蕭紅書鋪那些飯盒很醜 我當年吃都五六年前都沒那麼醜 就是跟Dufa差不多 米芝蓮的 是啊 但是如果他真的如小紅書那樣 想這樣的話 那就真的比我以前吃更醜 但是之前我也未必會吃他的那間 所以我想說 就是有時候人多 都不代表那間質素一定好 有時候他執了也未必代表他的質素 但可能市貿易不會做 這間店我的東西差 但我會做市貿易 我會找一些媒體訪問我 我會想怎樣的記者 我會找小紅書給我推 就是很多因素 和你通常來要計甚麼 是整體大家的消費額是高了還是低了 飲食業整體大家是多了生意 少了生意 一向都有店舖排隊的 那為甚麼現在就是除了 以前就算不排隊的店舖 一樣能生存到 一樣可以 因為香港人本身 經濟沒那麼差 消費人好一點 就算很多人不想 留下的都還有一定消費能力會幫襯你的 不會就像經濟差現在這樣省著的錢 第二由客人來到 就是會是多少消費 現在本身經濟差 香港人本身消費能力低了 所以特別明顯 當你北上去日本去泰國 留下的那些沒甚麼消費 你就沒有生意 第二上面經濟都差 下到來客人幫襯你又少了 以前可能吃50元 今天就吃10元 結果整個整體都不行 以後你不可以只講個別例子又排隊 不講整體 然後就說一下你們自己 他瘋子而已 這些是甚麼分析文章呢 這些完全是為了唱好政府 見到事實 特意不講 就發出一些垃圾文 又是賭屌了 你問他這條數 我都在想怎樣計算 一天賣一千個餐 就是賣 那他的半隻雞餐是賣一個餐計 他講甚麼夠 就是說賣一千隻雞 那半隻雞的餐就是賣二千個餐 就是賣二千隻雞 就是我當你有這樣的點 即就算是你們這些都很可別 但是現在大家說大的環境的時候 你們講不大八 又講過別是可以的 這樣賣二千隻雞 他就如何 賣二千隻雞 這不代表全香港那些環境都好 你可以說華嫂也好 我住在尖沙咀 在家的樓下後面 綿登徑是 受歡迎的 那時就不知道 你以為是行人專用區來的 那條車道 是 那邊一攔垃圾站 繞繞繞過來 接著華手的隊的尾 他們繞繞到後面 又說機車出街呀 小子跑來跑去呀 又有一些行李箱呀 你試試開車 你試試午餐 行個面登景 嗯 我那天五一一個日就是虛陷呀 車過不了不停搏都不管 但你說回五一呢 你的觀察是怎樣的 其實多不多人呀 好了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觀察 旺角譬如浮雪高車 很多人去排隊 街上排小吃很多人 但在波鞋鋪就沒什麼人 即高消費小小地方已經沒什麼人 旁邊在街外就有很多人 先講五日 那四月三十號開始 和五月一號這兩天 一來沒下雨 他們可能早一天下來 就真是尖沙咀特別 最出名了 離婚道最多人拍的那條街 就很多人 但多人到的情況是不合理的 即比起以前自由行 在說疫情前 他們很多人拖劫 很多人趕時間去做某些事 譬如去散貨 譬如去賣東西 那些 就會變成 即他們都不是在街上流連 他們是變成了 去拍馬路 他們很喜歡拍重慶大廈 樓下有部大電視機 即是重慶大廈 他們很喜歡站在那裡拍照 或者是北京道 那個招牌 即是我住那裡 近一點的位置 但到了二號 就突然間少了很多人 可能是下雨 是啊 到了之後三四五號都變回正常水平 尖沙咀的正常水平 例如都是類似 有以往的六成 即比其他地區好的 我要承認 尖沙咀是唯一一個香港 服償之後 叫做沒有死得了人流的地方 嗯 但是你說消費了 不要說去到海港城 那些都有一點點 現在不是很多 但也有些大陸人在那裡拍來拍去的 是 但是去到一些中價 中產價 叫做 譬如吃過七八十元的鰻魚飯 即是這些商場店 很多一百多元吃過魚餐飯 這些 以前對面iSquare 國際廣場 就是我們都經常使用 那批東西尊開給大陸人 基本上 就香港人不去的 即是又有些賣家電 又有些吃香港東西 總之全部都是大陸人去的 嗯 執落 那間鰻魚飯其實都挺好吃的 我想說過關龍 嗯 那間都不開 就沒有了 但那間都不是貴的 可能是很便宜的 六七十元有一盒 正常標準的 你這些Premium 大條的可能80、90、100元 嗯 真的好吃的 那間都做不住 是 但那間東西是專門大陸人的 接著之後去到戲院下面那層 有人有一間Panasonic的 專賣戲 即是嘉賓 嗯 吉的 那些伙計在那裡拔春袋 在那裡取水 嗯 那即是 講五一 你看回一些數據 其實最初是預計八十萬遊客 後來七十六 都說不是差很遠 不可能是天氣原因 你下大雨也未必敢當 你預計的 其實很低 八十萬 即是來香港的十萬半身低 即是你預計低都會達不到標 是的 那旅行團推出預七八至八八 業界預計都是只有六百多 是的 預計的旅行團 講完我回彎仔 是 接著就近金子英廣場的公司 五一那天就是八年能得一預 不是暴雨 是金子英廣場旁邊 其實在匯展新翼 有一個位置給你的旅遊巴拍車 嗯 我回了不太久 但是那位一向都已經剩下了 可能是少數車 嗯 我那天四月三十號 十五一個女兒上班 終於看到它拍到近爆 嗯 是的 但是到了二號三號 又變回只有十幾二輛 正在想 但是爆發是四十幾輛左右 嗯 就是那四十架爆發很久沒見了 五一是見它爆過一下的 嗯 但是你還會這樣收的嘛 那這個收了去哪裡呢 就是除了看那個量之外 是看那個質的嘛 就是等於三四個樓市成交量 多了很多了 但是你要看回二手涉養的個案 都還很多 就是樓價都 就是你沒有好像這樣彈上去 那些大地產商都還是劈價 不止在你 就是施永青就說 有惡勢力唱衰他樓市 不知大地產商有沒有份呢 因為他即是一手樓 都要即是劈價 劈兩成幾三成這樣去銷售 那還有存貨量還是很多 很多即貨都清不到 即是說的是地產 好了 然後你再說 這個類客 他過來光顧平均的多少錢 以前都經常說平均的人光顧多少錢 現在我們夾一夾 我每20一大約很多人光顧 100元 80元 200元 300元 我們再看 那麼 連你放煙花 即我們都 都 都說過了 即是非常之差 嘍 劈平如前 我是看不到的彎仔 我特意進去吃煙 打算拍一下 吃煙 你不用吃煙 去大大煙 去那裡 8時我申請了放壁下去吃煙 是 我在會展旁邊的酒店 大家都知道哪一間 走一走出去就是旅遊巴的位置 旁邊金字經 如果很多人看就有些人流 多不多 沒有 沒有 我看不到 我聽 還有放煙花 大家要知道 煙花應該是煙花 如果是煙花 那些人嘩 即是我住在沙咀 我回彎仔 我以前有時放煙花 剛好不用上班 我幸好就算我住在大廈 都聽到很吵 即是會讀不醒 我也好睡覺 我看著浪台也好 然後我那一番酒店 是聽不到聲 然後我看出那個海 即是我的酒店看到那個海 我又放煙花嗎 即是看不到 即是沒有人沒有煙 我那個位置 起碼會展那邊躺去 我記得一次次政府都會說 維港兩岸 昨天有多少人真的看煙花 今次都沒有說 即是證明人數低 尖沙咀也不爆 你又說不要說 對 我回彎仔 因為那次 那次不是說 那些人塞了 不能回到大陸那天 我記得我上班 上班了 下午5點 4、5點 然後我朋友挖了一輛車在樓下 就打算封中假期 3點多4點就打算離開了 3點多的車 已經被交通部打來 就叫你退車了 封路了 結束了 那天5、1放5、1都沒有 鐵馬都不見了 不要說開車 我出門口的時候 唉 但是小森書上面裂評語潮 又說你駕鞭 又說你只看到煙 結果你還可以揚不揚寒出來說 我說我整體評語正面 我說你真是更好事 你真是整體評語良好 我吵你明明全世界吵了鬼 要是串實理 要是小森書的誘惑 他投訴 你盡力欺騙自己 打算你欺騙自己 以為你欺騙全世界 幾十天一個月就 整天被你出來 揪一握說謊 其實他的水平和通文良 差不多全部都揪一握 然後就說我整體評語正面 我們再看一個好笑 這個女法局總幹事 即是我們的供應機構 請了一些立實呈典一 我今時不同 往日的了 打卡女客多了 但是就不是更容易用窮遊 我形容 又說追求遊客數字 重返疫情之前說明不切實際 即是追求遊客數字不切實際 為什麼不切實際 使用錢也不切實際 那就不用追求了 是 即是說你們不要要求那麼多 為什麼是不切實際 我想請問 你們說是復償 李家超自己敢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重返了 那為什麼說想追回疫情之前水平 去比較 不要說要多過他 不要少過他 為什麼叫不切實際 我除非說大家知道 大陸經濟很不認真 不要追求了 你又不敢他這樣說 就在為自己女法局吸引不了人 就社責 就希望降低 那個要求 我降低要求就變成合格 本來只有42分而已 40分合格就變成合格 為什麼要50分合格 他就是這些人 還有你覺得那些不是叫窮遊嗎 一兩百元一天那些 那些不是叫窮遊 他叫什麼呢 你看到找這些人出來說他都浪費了 是啊 是啊 重慶大廈都不失職了 現在 我們再再看 你說不切實際 你看 五天的黃金 大陸就爆滿了 他上面 大陸都好 我怕不止上海 我看到那些片 我看到全部都 爆滿了 去廁所都要排隊整個小時 長城就是被人堆壞那些 你看人頭他湧了 你再看他其他相片 不是 連沙漠啊 沙漠啊 都多人過你 香港尖沙咀廣東道啊 這個路線看來都不夠人騎 是吧 之前說騎死駱駝的嘛 我記得 駱駝都不夠你騎 行算 你想想 就是說這個不多人過他廣東道 我們再看一張 甚至在大陸客人說什麼呢 你門市來攻打南京 你門市來攻打長沙埋 是人多到 那為什麼大陸的城市 可以吸引到一些客人 可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是你香港不能得 因為第一 他下雨了 有些因素給你賴 第二 就算不下雨 你都不行 那為什麼 因為你香港政府 再加上你女法局廢咯 你 還有香港將自己的特色 已經是逐漸逐漸失去 逐漸逐漸大陸化 變成上面普通城市 那我為什麼要來香港呢 這個就是 為什麼上面得 你不行 因為你廢過人 然後你就自己找那麼多藉口 說大家不要這樣要求 是不是實際 你見到這些 人家寧願去大陸的二三線 他城市都不離離香港 以前叫做踩到香港綠沉的 所以香港還沒沉 我現在有點想香港沉了 沉一下下來 所以你看這班人 旅遊業 你看這班官員沒得搞 下一節我們又說一句其他事 好了 那 我又等你 就走 踩到你 tents 可能